深耕产业才是你操作的王道喔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9月12号 今天的盘市反弹囉 盘市才刚刚开始 我常告诉大家 在股市赚钱就是拼速度 有没有看到近期的盘市震荡 上周我们的照例连期拉期 今天呢哇冒逊连羊 深达科技中光店家邦通通创新高 开心啦 这时候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盘市不管在任何的位阶 你永远操作的眼光要放在需求成长 需求成长喔 很多好朋友都会很好奇 严席老师你到底喔 怎么样才可以操作股票 可以成为波段大赚大赚波段 到底我要怎么去寻找盘中盘面 里面会有波段的好股票 这时候呢 其实后我常告诉大家 万法归宗全部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就譬如好了 我常说不管任何的时刻 你的眼光要放在产业需求成长的位阶 你一定要放在来 各位看清楚是成长的这一段 你现在看到14%跟66%的差别 什么叫14%什么叫66% 来 一家公司他在研发新的产品 他会从刚开始 刚开始的研发跟萌芽的阶段 跟诞生的阶段就是属于最花钱 最烧钱的 对不对 就像你只要不管是生计好了 不管是电子好了 只要做研发新的产品 这些都是投资 这是最花钱的 可是呢 当这个新的议题出来 对股价有没有影响 股价会稍稍有一点萌芽的阶段 稍稍推出去 那股价很容易成为长辈股 就是这14%成长型 成长型 因为这个产业在成长 因为这个产业不是刚刚出来而已 而且因为这个产业 现在需求是起飞 需求非常大 举例好了 电动车的需求有没有大 有 再来呢 AI的需求有没有大 有 再来呢电力电机ESG的概念需求有没有大 有 所以你用这样的眼光去寻找议题先出来了 对不对 好那议题我帮你抽丝剥解出来了 80%以上这个议题都是现在需求很大 高速成长 这个位阶 好你会看到他的股价很容易 当然也不是每一支股票会很容易成为长辈股 你会看到他是在这一个阶段 他很容易股价是翻倍翻倍 再来哦还有题材 那很多人后会觉得 尤其是比较资深的股民会觉得后 题材有时候只是一时的不然呢 题材就只是炒作 那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说题材你还要看到有什么 政策加持 其实讲白一点后 如果你在用旧网的观念后 其实题材你会觉得是炒作 但是颜希一直告诉大家 你在操作里面你与时俱进 题材没有错 他会影响一时的股价 问题是你要看到这个题材出来以后 背后的需求 重复一次哦 你要看到这个题材出来以后 背后的需求才会是拨断行情的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颜希老师你的长辈股就是比别人多 颜希老师 你可以一坐在这个位置 推出爱普可以翻11倍 敦泰可以4.8倍 还有十全十美 去年连台股回落快要6000点 我都有8只长辈股 今年不得了了 已经19党长辈股累积了 还有在跑的哦 连羊那个大牛也飞天 是不是现在跑着跑着 也快要90个百分点了 对对 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长线是金波段是钻石 那到底要怎么样找到波段 我说了只有题材背后的趋势 才是波段行情的本质 我也一直提醒大家 我就是怎么做就是怎么说 我们来看好了 今年是不是累积19党长辈股 是 你看到高利 你看到JPP 你看到华晨 你看到中西电 这些是不是都围绕在电力电机ESG除能永续的概念 重复一次哦 电力电机ESG永续除能的概念 在外加开外挂政策加持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以来是在产业需求成长 所以我很容易出现很容易操作到长辈股 因为我的眼光就已经固定在这个位置了 所以为什么要大家一直把我的操作心法拿回去 为什么要一直要大家后把研锡的操作的理念听进去 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就是受到这样的训练 我受到这样训练 那我久而久之 我选出来的股票就是刚好符合 第一个有题材 第二个有筹码面 基本面技术面再加上议题 对不对 好就像近期我说法人 有没有持股法人持股也会飞天 所谓法人持股是法人索码法人在低档卡位 法人买到口口贝的 有没有看到法人索码口口贝的 慢慢涨你光看连羊我给你八字头 股价来到166.5 我给你八字头这样一波冲出去也快要八九十个百分点 又加上中光点五三七一不就也是法人买的吗 对不对 对啊 广机也是啊 那你又看到近期有没有看到因为现在需求很大 轴承手机卖得好 所以延熙上个礼拜我可以让你照例冲出去 照鬼来又够照鬼去 照例可以上个礼拜连期拉期 对不对好 再来延熙一直提醒大家消费性电子复苏 给你照例又给你什么 永德又给你连德 今天呢哇冒迅也冲出去啊 是不是 所以生根产业了解趋势才是你操作长辈股的不二法门哦 华冠头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自导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顾111今晚头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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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